2003年以后 中共国在全世界只不过是经济WTO 和各方面刚刚开始 但是进军的不是房地产 是美国好莱坞 欧洲的所有的媒体背后的大老板 共产党是撒谎出家 骗人出身 他不控制媒体怎么可能呢 所以先干媒体 而且都是背后的 全美国的媒体就那四五个家族控制着 你给我找出一个家族跟中共没有利益关系 就美国政府难道不清楚吗 清楚得很 你问任何美国人 美国所有的媒体几个人控制着 他基本连孩子都能说清楚 四五家 他难道不知四五家跟中共都有关系吗 广告费不知来的中共国吗 Facebook哪来的 Twitter哪来的 谷歌 哪个跟中共国没有经济关系 利益关系 经济利益的背后 难道就没有其他关系吗 你咋知道 非常简单 美国五大媒体 他有利益关系 那么背后没有勾结吗 没有政治吗 没有奴役中国 奴役中国的事吗 没有帮助中共掩盖真相吗 那怎么可能 中共的投资的回报是什么 说我好 不能把我的坏事说出去 关键还得替我唱三歌 最重要的事情 他得帮我干的坏事 说成好事 还要帮我喊 不准干涉中国内政 不干涉中国内政 就不能谈共产党 不能推翻共产党 西方这些国家的主流媒体 必将被审判 他们有犯罪的事实 拿过钱 干过事 各种建博的人的事 他们才去干 建的人事 他们都不想干 都没有优惠 优独播剧领党 优独播剧领党 达优独播剧领党